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各舞台 各舞团 舞台灯光出租的一家公司 那么你是在什么情形之下来接触到COVE呢 这个是因为我在重机界 就是我们Superbuy的team里面呢 我有认识到一位就是我们的SM Mr Lim 有一天他找我喝茶 喝茶当中他就告诉我说 你现在是做event company 平常的时候呢 你说很特控 不如你来加入我们的COVE 一起来创业 当时候呢 我是有一个想法的 Mr Lim既然来找我身为一个老板的人来卖水机 那我们本身是只有自己家族生意嘛 我们算是一个老板 然后在应酬他的情形之下呢 我才加入COVE的 然后做了两个月之后 我才真正的发现 因为在有一天机缘巧合的情形之下呢 两位朋友在同一天 就是早上10点多跟下午7点多 两个人在同一天跟我购买了空气机 而且是在我没有向他们介绍产品的情形之下 他们自己来找我买空气机 所以就在那一天开始呢 我就开始了 我的COVE生活的生涯 那么在以前 在你做这个舞台的时候 跟做COVE啊 你所赚的收入啊 有分别吗 因为之前是家族生意嘛 所以以前我也算是打工啦 跟家里打工 我正是在COVE里面 发我的这个业绩的时候呢 第一个月我就拿了13800 所以我在我家住的这个行业呢 跟家里打工呢 是从来没有超过五位数的收入的 COVE会给我赚到很多钱 所以我是觉得 COVE给我的收入呢 比起三十年前 我做的这个家住生意的 income 你在COVE这行业的时候啊 你是在哪里 哪个方面呢 找出这些 人脉的呢 之前因为我都是 全马到处跑 所以我认识的朋友有很多 然后 我本身也热爱中极 就是 Superbike这一个爱好 所以我认识的朋友算是蛮多的 另外呢 就是 我都是在Facebook面子书 打下广告 从那一边呢 我都会拿到很多信息 我听说你有 买了三辆Motov 三辆Superbike 还有一辆车 呃 其实 之前我做COVE的时候呢 我本身就有一辆BMW的Superbike 然后 在 MCO过后的五月 我就买了Kawasaki H2 这一台Superbike呢 对我来说 就好像一个 梦想的Superbike OK 我在 我的收入增加过后 感觉到 我开始 多余的income 所以我就再买了一台Kawasaki 然后 在 2020年 年尾 就 去看车的时候呢 不小心就看到了 我 四五年前 都非常喜欢那辆车 那辆车就是 Benz A250 然后 也是觉得 负担得起 就买了车 就去朋友的workshop 然后 看见了一辆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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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嘴巴一样的 就问说这辆 这辆哈利要拿来干嘛的 他就说 这辆哈利我要卖的 我们想要的income 然后 觉得我们负担得起 又想说实现一下自己一直以来 梦寐以求的梦想 所以 就那么懵懵懂懂的买了 那么 在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还有什么 更 自己想要更得到的那些梦想 我有一个固定的团队 然后呢 我已经也升了 刚刚升的经理 所以 我接下来的目标呢 就是要 呃 训练更多的销售高手 ok 然后呢 帮更多的销售高手 更多的同事 赚到更多他们想要的收入 然后 达到我的 另外一个目标就是 我今天的目标呢 就是 希望你最快的速度 可以突破我们的groupship 100个unit 嗯 在这里 多一次恭喜Felix 他在这个月已经promote成 一位manager了 加入的HPR 有什么鼓励给他们吗 当我接触covid的时候呢 这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 全新的考验啦 也算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市场 所以 我就是靠着 我想要的哪种心态 我很想要 想办法 找广告 文案 培训 呀呀 所以 我是觉得 每个人都可以 只要我们想要 只要我们想要 在covid没有 不能 所以 既然 我在没有 赚高的 也没有花钱打广告的情形之下 我可以维持着我 五位数的收入 长达十六个月 所以我是觉得 每个人都可以 covid changed my life 5 years everyday 这一个呢 就是我在 二零 二零二零年 一月二十多号 做了最后的一场舞台表演过后呢 冷藏到现在的 器材 以前呢 这个就是我的工具 那之前我也是一位MC 也是一位影响控制的老师 所以 已经超过 超过一年了 已经没有再碰到这个东西了